牙齒的影響 對 打第一球中間方向穿越形成安打 純界線打出了今年球季個人的第125隻安打 所以打幾率跟這個安打數又往上來增加 這隻安打出現之後跟邱志成 偏高了 嗯 我這種安打王啊都是球隊的一二棒 胡說這邊也在準備要傳球了 走了 這個時候是壞球 就是四壞球保送 四死球的一個出現了 那現在在安打之後接這個四死球 就會比較麻煩一點 戴美鳳剛應該是有跟祝神討論一下 剛剛這個壞球覺得是壞在哪裡 因為其實也是蠻 還是打這個攻擊的好機會 打高在中間方向的飛球 中環野球這邊周家樂 橫移過去之後完成接殺 現在二雷上的跑者陳傑信 要來往前推進一個禮包 還是有推進一位的跑者來到德不仙的DJ安打 打得蠻強的 三人這邊擋了一下 不好接 真的出現安打了 出現安打了 這個時候也送回三人向的隊友啊 生涯面對到左頭手所打出來的DJ安打 這個球 對董子恩來講啊真的是不好處理 強勁的平飛球落在他的身前 很接近的地方落地一個彈跳喔 再來看一下董子恩的處理 對 真實的頂度100 只能說這個球喔 董子恩已經盡力了 至少他是把他擋在內野喔 這個位置如果穿越過去的話 可能不只是一支內野安打 可能是